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爱护生命卡通动画系列 大迁徙 在高原的一片山林里生活着各式各样的动物 他们祖祖辈辈幸福地生活在这里 可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难打破了原本平静的生活 那是一场可怕的大地震 山脉摇晃 大地颤抖 厚厚的鸡血崩塌而下 淹没了山谷 盖没了树林 刚才发生什么事呢 真是太可怕了 是啊 若不是我跑得快 也会被山石和大雪给埋起来的 太危险了 糟了 我们生活的那片山林消失了 啊 那该怎么办呢 没有了那片山林 我们如何在这里生活下去呢 我看这里已经没办法继续待下去了 我们得另找别的家园 我可不想离开这里 虽然那片山林没有了 但周围还是有一些树林保留下来的 是啊 能不离开这里还是不离开的好 要想再找一个合适生存的地方可不容易哦 不过 我听说在很远的地方有一片山林比这里好多了 那里的草又鲜又嫩 简直就是我们石草动物的天堂 那个地方我也听说过 不过要去到那里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不但路远 而且这一路要爬雪山 过沼泽 渡江河 地形复杂 气候多变 环境恶劣 还有凶悍的石油动物围攻 实在太难了 天啊 那样的话搞不好我们会死在千禧的路上 我看还是留着这里比较好 虽然以后的生活不会很好 但至少不会丢掉性命 就在大家议论纷纷的时候 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 已经沉寂了数百年的火山 爆发了 岩江把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植被毁坏殆尽 万般无奈 他们只能备酒离乡 进行史无前例的集体大迁徙 好饿了 走了那么久 我们一点东西都没吃 这样下去我们走不到目的地就饿死了 再坚持一下吧 前面一定会有食物的 即便有食物也不一定能够抢到啊 这一路上为了能多吃一口青草 多喝一口水 发生了多少流血争斗事件啊 妈妈 我好饿啊 一点力气都没有了 真的走不动了 我的孩子 坚持住 很快我们就能找到食物了 你的孩子太小了 他是不可能跟着我们坚持到最后的 你说什么 只要有我在 我的孩子就能跟着我们一起走到目的地 这一路长途跋涉 我们自身都难保 你却还要照顾孩子 他会拖累你的 我看还是放弃他吧 我不准你这样说 他是我的孩子 我是不会放弃他的 草地 前面有一片草地 孩子 你听到没有 前面有草地 太好了 终于有食物可以吃了 妈妈 妈妈 孩子别怕 妈妈在这里呢 我会保护你的 那是一片仅有几十亩大的草地 而且地面上的青草十分稀疏 可即便是如此稀疏的青草 也引得大家发疯一般地扑了过来 能多吃一口 就多一份活命的希望 此时此刻 群体间的友谊和对群体里幼崽的关爱都荡然无存 不要过来跟我抢食物 到一边去 孩子快吃 快吃吧 那些山羊竟然在一起照顾那几只小山羊 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通常都只照顾自己的孩子 莫非这几只小山羊的身份高贵 所以他们才会一起保护它们 照顾它们 稀疏的草地很快便被这些动物肯食得一干二净 它们再一次踏上了征程 每一次遇到食物 水源 它们都会不顾一切地争抢着 幼小的动物即便在母亲的庇护下也很难抢到食物 短短一个月时间 已经有不少幼崽丢掉性命 但唯有山羊群里的那几只小山羊依旧健康成长 妈妈 我好累啊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走到目的地啊 快了 翻过这座雪山就快到了 孩子 早早休息吧 明天我们还要过雪山呢 你的孩子看上去真健壮啊 他不是我的孩子 他不是你的孩子 那你怎么还这么贴心地照顾他 在我们山羊种族里面对灾难时 我们会更体贴 更关心地照顾群体里的幼崽 把活下来的希望留给他们 原来如此啊 难怪我看到你们会一起保护这小山羊们吃草喝水 保护幼崽是我们山羊责无旁贷的责任 虽然在漫漫争途中 山羊群里有许多成员死于非难 种群不断解缘 渐渐变小 但因为大部分幼兽都活了下来 群体仍充满生机 由于所有的成年兽都责无旁贷地保护幼兽 都甘愿为后代无私地奉献一份爱 群体内爱意绵绵 产生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凝聚力 同心同德 勇往直前 战胜难以想象的困难 妈妈 好冷啊 大家过来帮帮我的孩子啊 在这座雪山上 我们自身都难保 哪里还有能力帮你 越来越冷了 大家加把劲 翻过山顶就好了 怎么样 孩子们 你们冷吗 不冷 你们用身体帮我们挡住了风雪 我们不觉得冷 大家一起加油 翻过雪山 不好 暴风雪来了 赶快保护好孩子们 暴风雪吹得筋疲力尽的小山羊们摇摇晃晃 成年山羊围了上来 有的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肆虐的暴风雪 有的贴在小山羊边朝其身上喷洒热气 有的在后面用热轰轰的嘴抵住小山羊的屁股 推着小家伙往前走 孩子 坚持住 你一定要坚持住 许许多多的动物将生命留在了寒冷的雪山上 然而接下来迎接他们的是沼泽地 那些黑色的淤泥是名副其实的黑色死亡陷阱 沼泽地里散布着一些草墩 只有踩在上面才勉强可以通行 一只只羚羊轻巧地在那些草墩上跳来跳去 很快便从山羊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们根本没有羚羊那么好的跳跃力 所以要想顺利地通过这里 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没关系 我们走在前面探路 小山羊们踩着我们的脚印前进好了 现在也只能这样做了 你们都跟在我身后 我这样的体重沉不下去的话 你们就不会有事的 说着他就朝沼泽走去 重山羊紧跟其后 沼泽腹地 草墩间距逐渐拉开 成年山羊要使劲一跳才能跳得过去 小山羊们踩着成年山羊的足迹拼命往前跳 大部分都勉强跳过去了 然而有一只灰毛小山羊 不知是因为腿力不济还是心里发慌 没能跳够距离 落到泥潭 身体渐渐沉了下去 救命啊 救命啊 不好 它掉进沼泽里了 孩子 别怕 我来救你 不行 你不能过去 否则你也会沉下去的 那要如何是好啊 啊 啊 快救我啊 哎呀 不好 你疯了吗 天啊 它这是要做什么呢 这只强壮的熊山羊将脑袋伸进了小山羊的肚皮底下 然后用力将它从沼泽里顶了出来 小山羊挣扎着用前蹄趴在坚实的地面上 再加把劲 马上就出来了 它得救了 你还好吗 你们不要担心 我已经踩到底部了 真是好险啊 狠万幸这里不会很深 否则你的命可就要丢在这里了 能换回它的命 即便丢了命也是值得的 小家伙 下次一定要小心啊 好的 谢谢你 好了 大家在这里休息一下吧 前方的路更险了 不过我们一定会走出这片沼泽的 没错 我们一定会走出这片危险区域的 在这条艰辛的迁徙路上 从起点到终点遗留下了大量的动物骨骸 这些骨骸一开始大多是体弱的幼崽 接着是不够强重的雌性 最后才是身强力壮的雄性 但山羊群遗留的骨骸却非常特别 这条迁徙之路上很少看到惠成年小山羊的遗骨 或许正因为他们在灾难面前这种团结保护小孩的力量 才让他们经过长时间的艰难跋涉 最终平安到达了目的地的 自然界的平衡 普通的艾阳都是灰褐色的 但这个地区的艾阳却体毛深褐泛红 在铺满白雪的山上奔跑跳跃 宛如一团团燃烧的火焰 红艾阳性情温和 毛色奇特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品种 因此极其珍贵 哇 真是太美了 它们简直就是在雪地上燃烧的烈火 没错 红牙羊真是太特别了 难道别的地方没有牙羊吗 为什么你们对它们那么有兴趣 牙羊有很多 但这种红牙羊却只有你们这里才有 遗憾的是红牙羊的数量太少了 只有在这里生活了那么一小区 是啊 应该连一百只都不到吧 它们差不多有六十多只 你怎么知道它们有六十多只 我爷爷年轻的时候是这里最优秀的猎手 他曾经数过 这里的红牙羊一共有六十六只 你爷爷年轻的时候 距离现在又几十年了 这些红牙羊的数量怎么会没有变化呢 当然会有变化 不过它们的数量一直维持在六十多只左右 我看这几天对它们的数量做一下统计吧 嗯 好的 然而经过几天的仔细统计 动物学家惊讶地发现 这里红牙羊数量依旧是六十多只 啊 太不可思议了 真的是六十多只 是啊 如果不是你也统计出了这个数字 我还真以为自己数错了 六十四只 这怎么可能 几十年前它们就是这个数量 这么多年过去了 怎么还保持这个数量啊 可不是嘛 母红牙羊一年生一胎 照理说 这样的繁殖力 不应该没有将它们的族群壮大起来啊 对啊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它们的数量一直没办法增加呢 就在动物学家疑惑不解时 一对雪豹夫妻出现了 它们朝着红牙羊群发起了攻击 羊群飞快地逃跑 但雪豹却紧追不舍 啊 雪豹 天啊 这里竟然还有雪豹出没 我明白了 红牙羊的族群之所以发展不起来 是因为雪豹的存在 看来 要想增加红牙羊的数量 只有先把这里的雪豹给赶走 我们找的那位向导 不就出生在猎人世家吗 我看这事还得找他帮忙 嗯 什么 你们想赶走那两只雪豹 这根本不可能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呀 因为这里有红牙羊啊 那两只雪豹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来这里捕猎 这些羊是他们现成的粮仓 怎么可能赶得走呢 原来如此啊 守着这么一群羊 雪豹当然不愿意离开 只是那群可怜的红牙羊 随时都要防御雪豹的突然袭击 无时无刻 神经都处在高度的紧张状态 日子过得就像泡在苦水里 所以怎么能指望他们大量繁殖呢 是啊 因为雪豹的关系 把某羊的繁殖能力抵消得一干二净 要想壮大红牙羊的族群 那两只雪豹是肯定要清除掉 没错 既然没办法将它们赶走 那就将它们抓起来 送到动物园好了 你们要将那两只雪豹抓走 是的 这件事还得拜托你 麻烦你帮我们找几位猎人 将那两只雪豹抓住 不行 你们不能抓走那两只雪豹 老人家 我们这是为了保护那群红牙羊 保护红牙羊 你们那样做是害了那些红牙羊 老人家 我们将红牙羊的天敌带走了 怎么会是害它们呢 如果没有这两只雪豹 它们的数量就能增加了 不是这样的 雪豹和红牙羊 都是守护我们这里的精灵 它们缺一不可 如果你们将雪豹带走了 那灾难就会降临的 你们别见怪 在我们这里是流传这种说法 雪豹和红牙羊是这里的守护神 缺一不可 不过这种说法 现在也只有年纪大的老人才相信 既然你不相信这种说法 那捕捉雪豹的事就交给你了 只要能抓住它们 我们愿意出大价钱 放心吧 这事就交给我好了 就这样 向导召集了周围村子里的一些猎人 布置了天罗地网 终于将那两只雪豹给捉住 并送去了动物园 动物园里的笼子里 两只雪豹焦躁地在里面跑来跑去 动物园园长陪伴着两位动物学家 在不远处看着 都十几天了 它们还是那么暴躁 毕竟是一只生活在野外的雪豹 它们的野性 哪能这么容易就消磨煤呢 它俩过段时间 就会适应这种生活了 不知道那些红牙羊 现在怎么样了 少了雪豹的捕猎 我想它们应该能安心繁殖 捕育下一代的 嗯 一年之后 我们再去那里看一看吧 我相信到那时候 红牙羊肯定不止六十多只 正如动物学家预料的那样 仅仅过了一年 这群红牙羊就由六十多只 发展到了八十多只 山坡上几只红牙羊 正在悠闲地吃着草 向导带着两位动物学家 在远处看着 自从没有了雪豹 它们不但族群壮大了 习性也变化许多 你们看 那些小羊们根本就没有经历过被雪豹追杀的危险情况 所以它们在吃草的时候 丝毫没有任何的警戒 的确是这样啊 那些经历过雪豹捕猎的红牙羊 显得很紧张 吃几口便会私下观察一下 而那些小羊却只管低头吃草 看来那些上了年线的红牙羊 还没适应这安稳的生活啊 它们慢慢就会适应的 毕竟雪豹才消失一年 我想再过一阵子 它们就会彻底忘记以前悲惨的日子了 没有了雪豹 我们这一次也可以好好观察研究它们了 你们这次打算在这里常住 我觉得你们还是尽早离开这里吧 怎么 难道你不欢迎我们 当然不是啊 只是这里上了年纪的那些老人 知道你们把雪豹抓走后 就一直在寻找你们 找我们 没错 它们希望你们能把雪豹送回来 啊 把雪豹送回来 为什么 找到了 终于找到你们了 就是你们带走了雪豹 快把它们还回来 老伯 你别激动 你看 没有雪豹 这些红牙羊 生活得多好 你们懂什么 雪豹和红牙羊 都是守护我们这里的精灵 若是缺少了一个 那就会失去平衡 灾难就会发生 老伯 雪豹都消失一年了 哪里有灾难发生呢 就是嘛 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这些红牙羊 这些羊非常稀有 可是它们的数量一直这么少 我们观察了许久才断定 是那两只雪豹导致红牙羊的数量无法增加 你看 现在雪豹没了 红牙羊的族群很快就会扩大了 你们这些人啊 口口声声说是为了红牙羊 其实你们这样做是害了他们 你们快把雪豹送回来啊 老伯 老伯 你喝醉了 赶快回去休息吧 我没喝醉 我要他们把雪豹送回来 老伯 我送你回去休息 要回雪豹的事 就交给我好了 一定要把雪豹要回来 否则会有灾难的 为什么这里上了年纪的老人都会认为 雪豹的离去是个灾难呢 谁知道呢 或许是因为某种传说吧 不要管这些了 等再过一段时间 他们发现并没有灾难降临 自然就不会再说这样的话了 好吧 那我们就先离开这里 等过一段时间再来吧 免得整天被讨要雪豹 动物学家们等待着时间 来改变当地人一些的观念 然而向导的徒人来电 却让他们大吃一惊 好的 我知道了 你不要担心 我们这就去 怎么了 向导打电话来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了 他拜托我们将雪豹送回去 并且说 灾难真的已经降临了 如果雪豹再不回来的话 红崖洋就消失了 啊 这怎么可能 我也不相信这是真的 所以明天 我们就去那里一探究竟吧 嗯 好的 然而当动物学家再一次回到红崖洋的栖息地时 却发现他们的族群数量不但没有继续增加 反而开始减少了 最重要的是 他们的毛色竟然出现了明显的变化 那些红崖洋不再像过去那样温顺的在那里吃草 而是互相对抗打斗着 天啊 怎么会这样 之前有雪豹的袭击 他们非常团结 互相照应 可自从没有了雪豹 这些家伙一开始显得非常高兴 可没过多久 竟然搞起内讧 为了争夺地盘和配偶而相互打斗 已经有好多只羊因此丧命 可是 它们的毛色怎么也变了呀 如果没有了那一身红羊毛 那它们和普通羊羊就没什么区别了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 动物如果长时间处在焦虑暴躁的精神状态 内分泌会失调 从而毛色也会褪色 不管是因为什么 请你们把雪豹还回来吧 老人们说得对 红牙羊和雪豹缺一不可 好吧 就这样 那两只雪豹又被送了回来 一年后 这群红牙羊又恢复了原来的毛色 而且数量再一次稳定在了六十多只左右 大自然 让任何一种动物的存在 都是有一定道理的 如果人类自作主张的话 很可能会打破平衡 那对于一些动物来说 并不是得到了拯救 而是一种灾难 没错 因此我们人类 不应该过多干涉自然 以免破坏他们原有的平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66-012-001-205-666 僧众灾食 素食银行 慈悲便当 烟贡香 粉 药贡包 香 弱势关怀 不食动物 佛教慈悲至业 慢疏势力中心 劝发菩提心文 招生通启 此菩提心诸善中亡 而苦难众生是菩提心的根本 诸佛菩萨为菩提心之花果 原菩提心必于众生中求 如何在现行大环境中 发起正确的菩提心 能发起菩提心又有哪些因缘 每日我们饮食三餐 但佛陀说的精神解脱法时 我们有按三餐私食吗 进入由净土中第十一主 行安大师为我们悲期指引 听闻读诵者五不落泪 修净土法门的行者 更需窃愿发此菩提心 让我们在五着俄事中 思想波如何不受外境干扰 转成静善的光波 与法相应 与佛同行 课程内容 醒安大师 劝发菩提心文 课授讲者 新普法师 上课时间 周六上午九点半至十一点半 上课日期 七月八日 七月十五日 七月二十二日 七月二十九日 八月十二日 八月二十六日 九月二日 九月十六日 九月二十三日 九月三十日 共十堂课 地址台北市内湖区康宁路 三段九十九下 十农二号一楼 报名电话 02-2631-0619 02-2631-0619 佛教慈悲至业 基金会台南分会 2023年正式开启 药师祈福灯 欢迎台南地区大德 为重病者点一盏药师灯 敬请清零分会登记 不受理电话 网络报名 联络电话 06-271-6616 06-271-6616 或06-271-6612 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三百四十五号 南摩无量寿 池长寿宝平如来 种种无贪连花眼如来 南摩无量寿 池长寿宝平如来 种种无贪连花眼如来 南摩无量寿 池长寿宝平如来 种种无贪连花眼如来 念诵一遍 能消除一切恨死之音 往生三十三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红阳否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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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